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B都是有理數 他說這四個敘述 正確的是哪一個 要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先來看這個不等式 這個的話一定是對的 A平方大以B平方 反過來也是 只要記住這個 如果有等於的話 或等於的話這個也有等於 我們先來看 他說A大於B的話 則A平方大於B 這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AB有可能是負的 比如說A的話它是負2 大於負3 那這樣子的話 負2平方會不會大於負3的平方 當然不會 因為這個是4 這個是9 所以這個不成立 應該講說不一定成立 那這個呢 這個也不一定 有可能這個是負的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A的話 它是負3 然後大於負3 然後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負4 但是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A平方就是負3的平方 會不會大於負4的平方 當然不會 因為這9 這是16 所以這個也不一定 除非說這個也是正的 那就會了 因為這個不一定是正的 那這個呢 這個就一定會 為什麼 因為這個如果大於B絕對值的話 這個絕對值它一定是大於0 也就是這個也是正數 也就是說A它如果大於B絕對值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說 A的絕對值它也是大於B的絕對值 那我們再用這個關鍵式 這個時候的話 A平方當然也是大於B平方 所以呢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好 這個呢 這個不一定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A 這個A的話 是等於負3 那B的話 等於3 這個不等於的話 不等於那個3的絕對值 好 但是呢 但 但 但什麼呢 但呢 這個是負3的平方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3的平方 所以這個不一定 這有可能等於 比如說 這個是負3 這個是3 這兩個不等 當然它有可能相等 所以這不一定 所以一定對的就只有C 所以這題它應該要選C 所以這題它應該要選C